一般而言 我们从YouTube上面 就是我所查到 很多在讲买地质件 都是提到大东西 比较少提到室内装修或者是绿化 那今天第四集 我们想要一样请我们的TUBA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买地质件 里面的有关于室内设计的东西 TUBA在线上 TUBA你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澳洲生活分享家TUBA 很高兴又见面了 好 我看你这次有准备 是这个吗 这基本上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 只是我们拿还是一样 之前说过的 就是我们拿当初2019年 我的建案的一些资讯给大家看 这项目在2019年2020年的10月份 全部都完工 是八套 差不多是500到600多个平方米的豪宅 但这些是当初我们准备 给一些客户做的选择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选项很多 但其实这个也就只是占到了百分之六七十 那里面还有一些 就像之前有就是观众问到了 就是有关于庭院的设计 还有再来就是 Electrical Plane 好 这边我们之后我们会再提一提 因为我们这边建房子 建商能够建到什么样的程度 有放什么东西 其实跟我们在台湾的观众 他们建房子的时候 有一些不同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可以再继续讲 今天的话题就是有关于一些 细项和装修方面的 要去注意的地方 好的 首先我们先从室内装修开始 好 那在这边来讲的话 我快速跟大家提 一句就是说 在澳洲你去找建筑商建房子的话 除非你是有一个自己的Architect 就是说一个建筑师 或者还有Interior Designer 帮你做Design 这样子他们会帮你全方位的思考到 你要用什么样的灯 你没有用什么样的厨具 你的户外是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设计 当然户外呢 他们会找另外一个 就是Landscaping Designer 配套的去做这些事情 然而如果你是直接去 我们所谓的Volume Builder Volume Builder呢 就是说他们同样 之前上一期有讲过 它这一个Floor Plane 你喜欢这样子的造型 和这样子一个门脸 就是我们叫Front Facade 在这上面你选好了 那里面的配套呢 它就会给你有可能 低中高的一种选择 它就造了这种套路 帮你去套好一些东西 那在里面来讲 我们其实有三个部分呢 本身来讲 你会比较就是客户上面 会有可能会缺少 一个就是Electrical Plane 就是所谓Electrical Plane 就是所谓你的开关 还有你的插座 比如说我们台湾很多人 喜欢用免制的马桶盖 就像日式的免制马桶盖 那你就记得一定要提醒 就是在马桶的旁边 一定要留一个电源 那同时你在房间里面 是否是喜欢是落地灯 或者是射灯 还是你喜欢是吊灯 这方面来讲的话 如果你远在海外的话 这很多的东西 他们只会把你作为是默认 那我们有看过很多的默认 就是它帮你随便选 所以这个key point 大家要观众要知道一下 就是如果你都不去注重室内装修 或绿化这些东西 很多的builder 他基本上是默认 他觉得最基础的弄给你 对的 这是因为要了解 就是他们的 当你找一个建筑厂 他们只是帮你建房子 这些其他的东西呢 他们并不会去做太多的 琢磨 琢磨这些东西 对 那一些大的建商 当然会约你 就是说他会有可能 自己的展厅 他或者是一个material 就是他们所谓的配件的展厅 你可以进去 他们会有一个专人 帮你去选这些东西 但对海外的客户来讲的话 你比如说远在台湾 你没办法见到这样子的一个专人的话 你就有可能会有很多的东西缺失 在这上面来讲 我要讲的就是说 当然如果你是建一个自住房 对不起 你如果是自住房的话 就是你的on-occupied的房子 你的要求的standard 一定规格会比较高 那你就一定要很注意这一点 那如果你是投资的人 那投资啊就是 有灯就好了 有插座就好 这个 是很正常 看每个人的需求 但我个人来讲就是说 如果你的灯不够 或者是任何的情况的话 我觉得 在这个electrical plane上面 你要花一点心思 那我这边 我们这边做的话 基本上会是帮客户就是 克制好 就是说 你是哪里的人 你的需求有可能不太一样 你是不是喜欢是落地灯 或者是chandelier 就是像那种特制的那种 就是吊灯 我们这边通常会建议 是用比较简单的 简单化的灯具 这样子未来会比较好清洁 我见到最夸张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客户就是找了建商 就说 我就喜欢你这个设计图的 这个设计 然后这个房子 你现在打折 那我们就照这个价格去建 这是在18年的时候的事情 那个房子 建商有说 那你有什么需求 他说不管了 反正就照这个建 建出来了以后 每一间房间只有一盏 就是无私灯 就是你知道 那种一根线掉下来 然后就一个房间就一盏灯 我懂 然后没有 就还是这样 没有driveway 没有driveway 没有你后院的porch的地板 都没做 因为那些都不属于 是建商的一个范畴 是 所以我还是要讲到 就是延续上一个话题 就是说 如果你要找建筑房子 你的一个美丽的家园 是要续四个步骤 一个是建筑商 就是你的建房子 主体的房子建筑商 室内设计师 那当然就是说 还有就是 或者你有建筑师 就有室内设计师 他或者你自己 有概念就是做室内设计师 另外一个是landscaping 就是你的 基本上你的院子 你的driveway 你的mailbox 就是你的信箱 很多人说 信箱不是应该本来就有 没有的 都是要去设计的 后面 你的 还有你未来 外面是不是需要水管 是不是需要雨水桶 最后一个就是project manager 这四个呢 你是一定是需要有的 这样子才会 让你的建房子会特别好 当然最后一个 如果你的project manager 更够强 经验够多 就可以把你这些全包 交给他去处理 那你这样就很轻松的建筑 一个你喜欢的房子 就像Jerry讲的 钱不见了 只是变成你喜欢的样式 我因为他这句话 我受伤非常重 因为我最近刚买了房子 所以基本上 因为买了房子 自己就要想要帮忙 把它改建成 自己想要的一个方式 我个人是觉得 就像我们要这样想 很像在台湾 我们买了一个 不管是公寓 或者是任何的房子 我们叫毛坯房 这时候你是需要有设计师 来帮你做室内设计 在澳洲其实都是一样的 当然如果你有任何中介 跟你说不用管 我们这边全部都弄好 也是已经精装修了 你一定要记得 我们在澳洲所谓的精装修 在台湾 每一分钱就一分货 如果你觉得这价格 是出奇的便宜 那他肯定不是精装修 就要注意了 你一定要注意 请不要被那些 很漂亮的照片给所欺骗 好 这边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 我们就是说中修的选择 比如说股价 电器 磁砖 然后地毯和人工石 我们这边就讲的 我们直接跳过来 下一线我们就说 我们今天来讲 就是选家项 这些选家项 才是最重要 让你的房子变成很great 就是很豪华 很奢华的 我这边来讲 我们有看到 就比如说艺术墙 艺术墙有包含就是 真的是墙子的雕花 或者就是plant wallpaper 或者你看到 我们现在后面的 基本上墙就是 我这个 我现在我自己的办公室 都还没有装修 所以就是油漆 那还有之前很 我房子里面有一面的墙 那个油漆 我太太就说 这油漆看起来怎么那么暗 然后意大利人 建商业进来看说 不要碰这个墙 这个墙是当初他们用立体油漆 就是四次是成功 然后把每一个 等于说是像一个艺术品 每一个地方的颜色者都不一样 才能够最快速把你的灯 和你的房间的ambient lines 变得很柔和 这就是所谓包含这些墙的一些设计方面 那墙的一个客制化 才能够造成说 你这个房子是不是有 你主人喜欢的一个样式 我个人的建议是说 一个房子里面呢 你可以配合差不多有四个艺术墙 一个来说是你基本上你的后卫 当你都进来了 你的玄关 还有你的厨房 对不起 你的living area叫做客厅 还有储卧房 你可以做一个比较特的 就有软色系的艺术墙的壁纸 最后一个呢 你可以选择在你喜欢的media room 有可能你的音室啊 或者是你在 你专门接待客户 你看右手边这张图 就是它是 不是主要的客厅 而这个是专门接待客户的 就是说当有朋友 然后你家进来的时候 第一个会看到是这一间 我在这边还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 如果你要你的房子很漂亮的话 你通常我们 如果你建的是两层楼 有一间卫浴 有一间卫浴的厕所 就是就比如说 我带到我到你家玩 然后我今天要去上厕所的时候 通常建房子的时候 那一间厕所通常会变成是 非常非常的简单 甚至叫简陋 就代表说就是墙啊 然后一个马桶 有可能连窗户都没有 那我要讲说 如果你的家 家里是很豪华的 一定要记得 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家人 会因为你这个厕所 会觉得你这个房子高不高档 所以一定要记住就是说 这个呢要好好的装修一下 好那这边你看到艺术墙右手边就有分为是壁纸 比如说四面 当初我们的价格 因为记住大家要记得 这个价格是19年的价格 当然现在价格有一些变动 壁纸方面来说应该是差不多 再来就是雷射壁纸 那就是8000块钱一面 还有一个叫雷射雕花 那雷射雕花就是 就是就是雷射硬 它是有可能就是用 铝铭的 就是铝合金的 它把它切片雕花 然后就变成一个薄片 这个呢可以当来做来做屏风 或者呢做一间房间的隔间 通常如果你想要把这个房子 从你的 主要的就是会客室 然后可以看到 你的大厅等于说可以有一种空旷的感觉 但是同时你可以达到 就是两间分开的一个情况 那这雷射雕花面呢 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好 这是艺术墙方面 在下面我们会讲车库地板 为什么也需要升级 那人家说啊我车库就停在那里 那当然相对来就是说 有些人开我们 我们开车有可能就是 就车库是放车库的 就是通常就是水泥 然后呢有时候很容易遭灰 那而且走在路上的时候 就有就基本上粉粉的那种感觉 那车库怎么样去升级 这个我们就下一页来讲 再来我们会讲于那个娱乐室 还有木地板 还有金刚网 还有一楼和二楼中间的那个隔间 就是说中间的隔层是不是要隔音 我们大家会来讲一下这个 好 我们先来这个就是艺术墙方面的 你可以看到第一张纸呢 就是基本上是艺术墙后面呢 因为我这个版是PPT 我现在跳不了 我可以看可不可以把它叫出来到前面来 这个艺术墙的照片 看一下 好 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这艺术墙呢 就是基本上两间房间 中间就可以做一个隔间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 好 我们来讲一下车库的地面 车库的地面你可以看到第一张图呢 这个就是基本上 当我们建好房子的时候 这就是车库 什么都没有 对 好 那这个就是水泥的 那我们现在这边时长 我们这边很popular 现在用的叫做epoxy floor 它是用这一种就是油漆和胶 这种程度的一个东西呢 它把它做起来 那epoxy floor它在做 它是一个基本上像化学颜料 涂上去了以后呢 就会很亮面 那这个来讲的话呢 你可以涂只有涂成一层 那价格就比较便宜 比如说两千到三千块左右 甚至有很多人都可以现在去 我们自己的Bounty Warehouse 因为现在就可以DIY 像特立屋一样 你可以买这些图层 你自己去清完以后自己去涂 那我通常会建议呢 还是找专业人士去做 因为你涂不好的话呢 它有可能会像一片一片剥落 我其实基本上我的邻居的那个 他当初看我做了 他自己也去做了 但是同一组人做了 可是就有一点不剥落 那它做好了以后 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 它就会变成像这样 所以这个呢就是所谓的epoxy floor 就是基本上是一种涂层材料 颜料 再来还有就是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很喜欢做的就是他直接把车库呢 作为就是把铺磁砖 那它铺的是比较就是硬化的磁砖 那你可以也是会很好的清洁 那我们想想看 如果你基本上水泥的地板 那有灰 有可能有一盏水在里面 你就很难清 而且呢它基本上 水泥呢 是很容易去吸收很多的脏东西 那如果你涂了一层颜料 或者是这种漆 那就会比较方便去清理 那对 而且呢同时你基本上门一打开 基本上大家会觉得说 这家是非常有格调 个人是建议是一定要有的 好 再来就是讲到我们男人的一种梦想 就是基本上就是娱乐室 对男人的梦想 那通常呢 我们那时候那九个VIP客户呢 每一个房间娱乐室呢 是不一样的感受 还有些人说是要娱乐室 然后还要包含要 或者是要麻将式 就是四个人可以就开始戳麻将 Table Swimming 在桌上游泳 娱乐室里面呢 我们这里面包含有几种 如果你的层高够高的情况下 那在做娱乐室的情况下 为了得到你最好的一个观看的一个感受 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就是木头层的一个加高 我们铺的是地毯 这样你的收音会收的比较好 那这个来讲的话 还有包含就是insulation insulation就是我们在两个墙的中间呢 在做一些隔音棉的一个效果 那隔音棉分的分两种 一种是你在墙与墙之间的隔音 另外一个是我们有一个隔音棉泡模式 直接是贴在你的墙是可以明显看到的 那再来呢 可以做到就是对于喜欢抽雪茄的一些朋友们 我们还有做到一些要求就是说 我们需要有双排风扇 对 他们要在里面抽雪茄 等于说这个呢 基本上有很多不同的要求 那当然我们的客户的要求 我们都需要把它去打到 所以我跟大家讲 就是建房子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发生的 有很多细节 就是目前这样看起来就可以感觉到 就是这些东西都不做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level就是不一样 你真的每个东西都要面面俱到 这个钱都是要加上去 这个跟外面一般 我们说很便宜 比如说什么30万就可以40万 就要搞定一层的那种 House & Nampaign 其实那个等级是不一样 你不做可不可以 可以的 你是不做是可以的 只是说你这些东西都 很多东西都不做之后 就必须先养一群你喜欢的朋友们 或者不要说养 就是说一定要交心的去交一些好的朋友 重要的有些有可能 还有些你的邻居 这样你才能够在基本上 好山好水好无聊的地方 同时找到灵魂的一个居所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心灵鸡汤主题 我们赶快主题大会来 好继续 好我们下一页 你看被念了吧 马上被念 好再来呢 就是说我们对一些重度那种木材喜欢 那种木材党 就喜欢什么都是木头 我承认我也是喜欢木头的 那有机会的话 就是说哪一天 有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开箱一下我们家某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家很多的木质结构 包含我们的窗户的 全部的框 条条框框全部都是木头 天啊 然后那个窗户呢 就很像让我想到以前在淡江中学 那个读书的时候 我们的那种窗户是一面 就是一面是两面窗户 一面就里面的这个是可以往下开 另外一个是往上开 天啊 对 木头真的 对那个 但要大家记住一件事情 木头肯定是有一种很独特风格 但同样你要知道就是说 如果你西塞那一面特别严重 或者我们在盖房子后 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还有这么讲一下一个迷失 就是西塞的迷失 你在澳洲建一个房子 一个房子在中间 东西南北都有太阳 只要记住 你都会有一面是西塞 所以不用去担心 你这个房子到底是朝东 还朝西朝北还朝南 在你考量的时候 人家已经把你的这块地买走 而你要看的是 这块地平不平 这个区域位置好不好 你的面宽够不够 去建你想要的房子 同时你找的设计师 可以按照东西南北方位 去帮你把这个房子给设计好 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才是功夫啦 对 好那我们先讲到就是回到这个木头地板 你看大家现在我今天我昨天才去木头工厂 去跟这个去办 因为我们家刚刚提到就很多的木材 然后连木地板 基本上才会有快要将近快要 然后很大一片 全部都是木头地板 而且还是硬木地板 那老婆大人就说 这个托把不能在上面托 然后去特地买一个托把 所以我们去了一个木头工厂的 的Display 然后去买那个所谓生奇的托把 我们可以做一个 下次做个开箱 然后才碰到了以前是 基本上已经十几年的朋友 叫Kevin Lu 我们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知己一下 他们所谓怎么样去选木头地板 那只是讲一句话 现在木头的食材 木头的材料原料和这些东西 全部的价格都会往上跳30% 所以大家要记得要挑的话 一定要基本上要挑的话 这些价格你要现在去考量 这个现在我们现在所说的 一个平方米250块钱 在当初的时候已经是很高档的 它叫硬木的就是Engineering Timber 那所谓的Engineering Timber 讲简单一点 所以就是在我们台湾就叫三甲板 那个应该是我们台湾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这个三甲板是没有人要的 但在澳洲你要记得就是说 澳洲是很环保 那木材呢 基本上如果你是用我们十几年前 建的那种就是一块木头 都是原木的一个情况下 你基本上来说的话 对这些没有这么多木头可以去用了 第二个 他们的一个movement 就是说我们所以你把木头放的时候 很难去把它拼凑在一起 这才是为什么会有就是Engineering Timber Floor 所谓的就是说它是有上面那一层是原木 下面它配套两个是比较普通的木头 它才能够有卡榫提供到更大更好的一个接缝性 当然如果在这边你可以找到一个很专业的施工团队 那你去买花钱买原木帮你去做木头地板 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只要有钱这什么都可以做到 但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这个价格基本上是硬木的Engineering Timber Floor 在家人工差不多是250块钱 这个是超越这样的一个价格 那你就可以做一个很漂亮的这个木头的一个方向 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人质型拼法 叫我们叫Pocketry Floor 还有你可以做其它一种全部的雕化 但这些就是要按照你所想要的 那同样就是施工团队的你的工钱 也会占很大的一部分 好 这些都要考虑 好 我们看下一个 好 下一个就是安全问题 这个也是大家在澳洲很诟病的一个情况 毕竟我们这边的房子来说 每一个一块土地有可能400平方米到600平方米 有些人的家里是一个A卡或两个A卡 那通常人家有可能就会有那种担心 会有人Breaking或者是小偷 那这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选择 叫做Clean Safe 或者其实Clean Safe只是一家公司 叫金刚网或者叫防盗门 或者防盗杀窗 这些就很多的一种叫法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估价呢 就比如说两层超过是在2万块到3万块左右 包含就是全部 它包的一个地方是 只要你的窗户是有开关的 它就会做那一片给你 当你的门 基本上还是要这个是 就是standard的门的一个价格 就是说包含你的门前面它会再加一层 就是金刚网或者是我们叫Clean Safe的一个门 就是还有就等于说你这个门打开 外面还有一站可以打开出去 了解 我们这边算是两层建筑差不多是2万块 三层建筑是2万5 我还记得这个呢 这个价格我记得当时我们只是选择中等材质的 如果你要在上一个材质呢 有可能会额外再更加钱上去 我们觉得这些防盗的就所谓叫防君子不防小人 澳洲这边来讲治安大家就觉得说这边治安会不会不好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澳洲的治安的犯罪率 其实是很低很低 只是叫所谓叫坏事传千里 就等于说你这个社区里面有可能有一个防盗案 那他那个Jerry传一次Jerry的朋友传一次 我又传一次然后谁谁谁又传一次 本来是一起 有可能在这个礼拜听到说这个区已经有四起了 因为有四个人不一样讲的 其实没那么可怕 但我会建议就是说防蚊虫或者是要安全起见的话 其实我倒是觉得你可以选择一个金官网 但如果你是对阳光是特别热爱的 那你就要考量你的光线的一个 进来的一个光线度 那还有这些其他的一些因素 就是说当你做了金刚网 你的房间的一个风 就是我们叫我们喜欢的房子 为什么想要做南朝北或做北朝南 就是因为想要通风 那如果你有了金刚网 你的通风系数肯定会少很多 那你在这上面来说 你也要去做一个考量和一个牺牲 大家也要考虑到这一点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好 再来就是所谓的花园的升级项目 那这就是回复到上次有一个观众就是说 可不可以讲一下花园 我跟大家讲一下 花园呢我们平均比如说 我们以400平方米的土地来说 你要想要做一个你的车道 你想要做你的一个信箱 你想要做一些小小简单的围栏 你想要就是什么都不要 什么都不要有 就是铺个全部都是草坪 这是最便宜的做法 那当初呢 2019年价格约差不多在1万多块钱到1万5 就全部都可以做起来 那现在有可能是2万到2万5左右 但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花园呢 我们就不叫它花园了 我们就只是一片草地 有碰到几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要出去晒衣服的时候 你是要踩着草地上去晒衣服 那就想问一下我们的观众呢 金族爸爸妈妈们啊 你出去你怕不怕虫虫啊 虫虫危机也 因为草地上面肯定会有虫虫嘛 这是一个问题 那这时候就有更厉害的我们的 就是就是巫族爸爸妈妈 他就想说 好那我就想要把全部的花园 都是尽量大面积的硬化掉 那你想要绿绿的也可以 那我们可不可以用甲草 Artificial grass 可以 那我要跟大家郑重声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 水泥这个东西啊 甲草 当有人给你估价就是 那个甲草一平方米 有可能是差不多是25块到27块钱 那很便宜啊 100个平方米也就才2700 100或者我们说90平方米就是说 比如说30坪 30坪 30坪的那个甲草才2700块 对吧 这样讲 对对对 没错嘛 但他忘了一件事情 这甲草下面是什么东西 这是甲草 通常你要做一个真正好的甲草 你要把你这块土地全部硬化 硬化就是要打水泥 嗯哼 但在澳洲打水泥是很贵的一件事情 是 原因是因为水泥本身的价格呢 就是定在那里 比如说好 一平方米水泥有可能是100块 嗯哼 但它的施工费用差不多是120 嗯哼 理解 那就变成220块 再加上你的甲草上去 就变成247块 了解 这时候呢 但是你做完硬化 你可以变成什么呢 你可以变成是铺瓷砖 你可以铺木地板 你不一定要铺甲草 主要所以要跟大家讲就是说 当你的花园的硬化越大 就是说你铺的水泥地越多 你的产本就会越高 那我们的一个花园 包含呢 就是说你的花园所谓的就是种花的地方 你要有花圃啊 你有可能需要有这个硬化的地方 然后有木地板 然后呢 基本上泳池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 你的水井 你要有泳池 你就想要有亭子嘛 我们这叫 我们叫Pagola 有亭子 那亭子上面还有顶嘛 没有顶和有顶的价格又不一样 比如说这边来说 我们价格就有可能从水井和 那个水井的泳池和 加亭子加景观 有可能差不多就是4万到8万块钱 这个价格 只是在于比较基础的价格 其实之上 如果你的泳池里面想要贴 雕花瓷砖 就包含你的泳池下面是有造景的 或者是你想要做我们所谓的infinity pool 那个价格又上去了 因为在泳池这部分 我们是用的neon liters meters 不是一米多少 它是用圈线圈出来以后 来去算价格的 而且如果你是做长的泳池 到了一个程度 就比如说7米到8米以上 你的每一米加上去的价格都会高很多 这个一定要大家要去思考 比如说我们之前做过一件 光泳池的预算 它就放了10万块钱奥币 哇塞 那可以理解 其实这个很多观众 就是应该做很多买家 他们在买房子的时候 就是正常的House and Land Package 不会有这些东西的 但是只是说 刚好Tuber因为你是 比较做客制化的 所以就把你之前的这些经验 就跟观众们分享 如果你没有那些预算的话 做那些房子是OK的 但是你遇到真正想要设计 想要让你的家更具有个人的设计风格的话 这些东西其实加上去 而且我看后院的这种价格 其实可以落差非常大的 因为如果照这么说的话 我可以感受到 它甚至都变得多一倍出 多了一个半个房子 或甚至一个房子 都有人在设计 对你可以从2万多 我先说就是说可以基本上 最怕的每次去到了展厅 就是叫展示房 然后尤其每一个太太 包含我太太 进去的时候就会被洗脑 Oh my god真漂亮 但是你要知道它很漂亮的每一个阶段 包含它的装修 在那里包含它的家具 包含它的花园 都全部都包含在那里面 而这样销售就跟你说 你盖这个房子只要六七十万就可以搞定了 我听了说盼笑 因为我们知道 很多人不晓得 他们就说六七十万OK 我们就把它签下去 签下去有的建出来 我的怎么不一样 就会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一定要记得展厅的花园的设计 包含到施工 他们的花费平均不下20万一套 至少 至少 不少于20万 你只要看到有泳池的 而且在澳洲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你真的游泳吗 因为泳池一年的维修费 可以高达将近3000到6000块钱 不便宜 要维护那个泳池 对啊 那同时你一定要一直有人去保养 当然相对的如果你自己能保养 那一样你还是要去买chemical的价格 好我们泳池 这边我们就先park一下 但我跟大家讲 不要被吓到 就是说哇 驾死人 不要在澳洲建房子 其实一样的情况 如果你在台湾有一个大的paint house 然后paint house里面有泳池 我相信你的价格也是一样的价格 那就是我只要想说 在这上面来讲 其实你慢慢会发现 有很多人就跟你说 在澳洲建房子 跟台湾不一样 台湾都是基本上毛皮房 你还要自己做装修 不好意思 如果你真的要在那边买一个好房子 其实跟台湾差不多的 只是有人帮你先包装好 快速说一下 你要简单的花园 如果你想要一个好的花园 我们这样也不要说2万块 也不要说20万或30万 50万 我们就说一个中间的一个均衡价格 没有泳池 但是漂亮的花园 有一些木头的deck 有一些花圃可以去种花 然后有一些鹅卵石的步道 这些的话差不多是5万到8万 基本上就可以起来 OK 大家就记得这个事情 好 第二个我们快速讲一下就是围栏 围栏呢 有一些地方是我们叫币选方案 有一些币选方案是因为 他们的社区的官 有自己的一个物业 那这个物业就 土地家房子有一些区域也是有物业 而且他们是有很好的一些管理 那他们有些要求就是说 这个围栏我们是一定需要的 而且他们要求的 你只要买了这个叫做这种土地的土地 在这个区域里面 你要知道你看它有没有叫cabinet 他们就是他们有一个物业的条件 包含就是你建 买了这房子在建房的时候 你的围栏一定是要比如说一米八高 然后你可以用木质围栏 还是要一定要用我们叫concrete block 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水泥版 那我们这边的时候 当初我们这个社区就是专门 一定要用水泥的一个 所以它的价格就是差不多是15000块钱 记住喔是一边喔 好了解 一边喔 所以两边就是三万喔 还有不要忘了 如果你后面有邻居的话 要再加一条 了解了解 好 好 再来呢 B呢就是B项就是说 我们可以上水泥 就是说有设计的 就是固定式的水泥石或电动门 这些我们后面再讲 这就是我们就讲了是 前面门脸的一个装红 你可以防止前面完全都不放 就只是前面的房子 人家随时都可以到你的前院逛一圈 然后就走掉 那有些人就说啊 这样子隐私有可能不太好 那他们就希望说前面能够有电动门啊 然后有那种我们等一下可以大家看一下 再来呢就是有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 就是比如说先有小孩子 先儿子 然后就想要当以后变成他是刘川峰 或者是 他们想变鹰木花道 所以他想要一个篮球场 还有再来呢 很多人就想要他变成是Skovich 有可能是打网球的 想要网球场 我们现在讲了说一个网球场 差不多有可能也差不多在 八万到十万块钱左右 天啊都是钱啊 天啊这个是 就是为了小孩子的一个成长 这个呢就要记得 还有最重要的是 你的地有多大 可不可以做到这样的情况 我个人建议就是说 这个呢就是 是能力而行 因为这两样东西 泳池和运动场 当你不用的时候 烧钱啊 他的maintainance就很高 是 都在烧钱的 对 这两个东西大家是要考量 我个人觉得说 你倒是希望说 多花点钱在你硬化上面 有可能你不太喜欢有就是真实的草坪 那我们就比较在澳洲久了 我们就喜欢那个草坪 把整个的漂漂亮那样 在旁边喝杯咖啡喝杯茶 哎 感觉很好 那就不一样的感受 好 这就是花园的一个选择项目 我还没有讲到就是包含你的赛艺加要放哪里啊 你是不是要放一个水桶啊 这个水桶很重要 你要浇花了 然后再来你的inrigation plane 就是你的浇花的是不是那个洒水系统 很多的细节 自动化 自动的又要浇 你是不是要跟那个Apple Home Kids一起啊 还是要跟Google啊 你说Hey Jerry帮我浇水 然后啪就浇水 这些东西呢 你要记得 都是要先问清楚 先想清楚你要怎么做 好 我知道啊 这个很简单一句话 我就可以搞定了 就是多赚钱而已 你想这些东西就是要钱啊 就是要多赚钱了 Jerry我要跟你讲 你每次放的那些那种照片 去吸引那种犯罪 然后不是 我不是说你放 我说你是放房子的照片 你每张照片的后面的故事 真的是要很努力赚钱 这样才能把这个好房子养着 是真的 没有不见的 钱没有不见的 它只是变成你喜欢的东西 是啊我知道啊 对啊 真的是 好我们看下一个 好 好再来呢就很简单啊 电器的选项 好这边就要讲了 因为本身我自己 我买了房子 那很简单 我们是不一样 我们买了是已经是15年的房子 到15到20年的房子 那这时候就大家就会考量说 里面的洗衣机啊 烘干机啊 冰箱啊 洗碗机啊 你是不是要换新的 那相对你要在建房子的时候 你会去考量到这几样东西 一定要注意 所以这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太太在使用 所以如果太太不煮饭 那也没事 那相对呢 目前现在选择这些产品的 有包含就是我们这边就很多的 比如说像 Westinghouse啊 Fish Parker啊 这些是比较基础 但是很 就基础 但是quality很好的牌子 火炉呢 火炉是我们华人最需要的 那火炉呢 我们这样跟大家讲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边就有博士 叫Bosch 大家再讲一下 这是小红书一直认证 博士的瓦斯炉 我们叫火炉或瓦斯炉 Cooktop的火力是最大的 比那个什么Millet啊 或者是比那个什么 加格纳都还来的好 再来呢 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你的那个抽油烟机啊 我们台湾的 只要弄一个什么 我们叫士林夜市鸡排啊 那或者是Jerry鸡排 你要炸鸡排 那完蛋了 你那个房间里面全部都是鸡排位 是 所以那个 这时候呢 你的什么博士啊 什么那个米勒啊 加格纳都没用 这什么墙都没用 这时候你就需要华人品牌 了解 对 你是不是需要华人品牌 我这个 我基本上我下个礼拜开始了 那我们选择了 那我太太就选看了 有这么现在国内的 中国不是有什么老板牌啊 还有什么方太太 方太方太 这种呢 才会有大销 那个吸油的一种功率 才能够把你的这些 就是所谓的大厨们的这些味道 全部不要去沾染到其他的地方 那就要记得 就是说 你的需求在那上面 你一定要赶快跟大 就跟你的设计师 我给你的 就去讲 我就等待 我们这个 我的太太是大厨 或者我先生是大厨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一定要需要一个华人的 醋油演技 这样子 那我们还有那种鞋顶式的啊 我们想什么时候 我们台湾的樱花牌可以来 我们可以合作一下 所以基本上这些电器就是 如果你都没有特别去选 就是 就是建筑 默认 就是默认它基础的一个给你啦 不会让你有太多选择啦 OK 好 对啊 了解 了解 那再下来就是什么 还有包含什么 特别有要求 麻将桌 烧烤炉BBQ 这是我们澳洲人特别喜欢的 再来酒柜 酒柜也很重要 对你说一个房子 我们还有酒窖设计 我下次大家想要讲的话 我可以把酒窖给大家看 我那个酒窖 记住一件事情 在澳洲做酒窖 你的房子会升值的 了解 算是给大家科普一下 有个小常识的 有酒窖的话 好 对啊 是啊 好 最后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比如说 这个是Metriccon 他们当初设计出来的水井亭 然后还有泳池 然后如果有建筑 那个有Agent跟我讲说 这房子建才六七十万 你光这个院子这样建 不止这个钱啊 是啊就不止了 嗯 好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边呢就是我们刚所谓的 刚刚的Block Wall 这只是普通左侧和右侧 你跟邻居中间的墙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水泥墙 当然你可以做木材的 就是围栏 木头围栏 这个价格就会便宜很多 那你就要看 是不是旁边或者是邻居 已经可以愿意是跟你去share这样子的墙 或者你要建什么样的墙 那边有没有什么要求 如果没有 那你要用便宜的 还是用这种水泥版的 这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选 然后再来就是讲到就是说 我们讲到说 你是一个水泥墙的话 你感觉就全部被包在里面 就没有这种很通透的感觉 这时候呢 这水泥中间呢 就有分三种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你可以看到 如果人家是做横的 那个价格就比水泥墙再贵一些些 值的会比横的再贵一些些 不要问我为什么 这个就是这样子 再来呢 就看这种雕花的呢 就会更贵 这个就是我讲的 就是说在澳洲有些东西 是蛮好玩的 OK 那如果有一些什么 台湾的 台湾的就是专门做这些的出口的 可以跟我们一起 可以联系那个Jerry 然后跟我们联系一下 我们看可不可以做一下一个代理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东西还是蛮不错 可以出口澳洲 比率是比较高 对这个 但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 澳洲的量呢 基本上不多 因为我们整个澳洲的人口 跟台湾呢 就差不多 就是2400万人口 对 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但是你只能够 牌子能够进到澳洲 就进到先进国家 那其他的国家也会跟你买 这也是一个好处 好 我们今天差不多讲到这一些 因为再下去的话 我可以看到Jerry已经要开始跟我 开始挑眉毛 我没有讲的差不多太长的时间 今天看你是不是需要又变成两集 但我很乐意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建房子上面一些好玩的事情 真正的像Porture Manager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座 有很多人 我们并不是说一定是要找谁 但我是希望呢 我跟Jerry在做这个 讨论这个平台的时候 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资讯 让大家知道说 建房子其实可以不简单 也可以很简单 那你看你想要怎么做 好吗 好